今天有這個可以吃 這個是同事留下來的 兩包很大的湯 這個也是同事留下來 這一瓶美招也是 這兩瓶茶拓是我自己買的 這個是我大姐送來的 香蕉還有這個蓮霧 蓮霧現在好像是正好 這個時期蓮霧很多可以吃 這個香蕉矮胖矮胖的 應該很好吃 這個都是 大姐有時候會跑來這邊 就丟個食物然後他就跑了 我都沒見到 但是沒關係東西有的吃就好了 來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來開箱這個 開箱這個 還有開箱這個蓮霧還有香蕉 來 看一下齁這個 開個箱 這一碗 這一碗先 這一碗先 這一碗先來吃吃看齁 這一碗先來吃吃看齁 來,我們準備筷子 開吃 吃 嗯,那個 不管累不累齁 不管經濟怎麼樣 我們總是要吃齁 那有一個 這個同事,他遇到了一些困難 就是車禍,然後人有點經濟的狀況 一直在算那個錢要怎麼花,然後工作要怎麼弄 我就跟他講說,其實自己想好就好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他車禍,撞到人,自己也受傷,腳也加那個鐵架 來,我們先吃這個丸 那個小貢丸 不錯 其實我想 只要不是 自己把錢弄不見 那種意外的 意外的 我們還是得承擔責任 不要想太多 然後吃的一個月,大概算那個吃的那個 一個月大概多少 其實 如果吃 普通一點,大概七八千 你要吃好一點的話,大概一萬 一萬出頭,一萬二左右 一萬二至一萬五 稍微好一點 但是一般 應該在一萬 九千八千 這個位置上跳就夠了 但是 稍微有吃好一點 如果說 單純都吃簡單一點的話 應該 不會跳過那個數字 但是 台灣其實現在吃的那個 那個 脹幅很高 都長了很多很多 所以 嗯 嗯 開店的人也很難過 然後要交會的人也很難過 開店的成本很高 進化成本很高 然後 要買的客人 因為錢算不夠 沒有辦法吃比較好的 都吃得不好 吃得不好 這邊一個白飯 一個青菜 一個湯 但是這個有一個缺點 就是沒有營養 營養不足 營養不足 你要吃好一點的話 要吃得好 對 經濟不夠 經濟能力不夠 啊 最近看到一個消息 就是那個 豐元 有一對夫婦生了兩個孩子 一個男孩一個女孩 然後因為 房貸 因為 腳不齊 把原本買的房子給賣掉 然後 將近 將近六七十歲的老夫妻 那個女兒 已經結婚 叫做他能父 所以也沒能力 接他去住 然後兒子把那個 房子賣掉了 也沒地方住 但是 他兒子有 那個 去幫他們 就是那個 租房子 但是呢 他們就帶著神主牌 啊有的地方 就不讓人家設神主牌 所以他 換來換去 租房子 女婚 那個 後來也在那個廟裡面 公廟裡面 晚上在那邊住 就變成流浪漢 那房子沒有租 被人家趕出來 變流浪漢 兩個老夫婦 住前家 住宮廟 那後來社會局再找到他們 看能不能把他們安置 就是 住中土之家 那時候 你的經費沒有好好的設計好 生活真的會出問題 真的 蛤 欸 不夠吃喔 有豆腐 你 如果是發生很大的意外 要不然 真的要斟酌一下 你的吃 的經費要怎麼辦 然後 如果意外的話 你自己的 後面的這些問題 要怎麼辦 有沒有 有沒有能力去 抵房租 所以你不能把錢 很媚的 用在那個 娛樂賭博 上面 娛樂賭博 也就是 很多的錢 比方說娛樂是什麼 娛樂就是 我們去看電影 我們去玩那個棒球 玩棒球 然後去看棒球賽 看籃球賽 那個多少錢喔 那個多少錢 在外國的話 演唱會 在外國的話 那個是很貴的 很貴的 有時候一張票 好幾萬塊 好幾千塊 各位不要以為說 迷上棒球 迷上棒球 沒什麼 今天那邊打 明天那邊打 那 買那個 球場的那個入門票 一個月下來也算 多少錢 有的那個 在打國際盃 專程做飛機到日本 做飛機到美國 喔 喔 那個像足球賽 做到巴西 喔 做到哪裡 做到做到中國也有 那韓國也有 公飛機票多少錢 所以 如果 有能力那當然 大家好說 沒能力的話 沒能力的話 那 真的要節制一下 當然 娛樂 有那個興趣 有那個娛樂是很好 但是 有時候也要節制 前不能真的發光了啦 發光了真的是 很難賺齁 齁 那是真的真的那個 娛樂啦 真的娛樂 還有另外一種叫做那個賭博 賭博千萬不要齁 齁 有空就 三五好友 然後 四個人 乘一桌 這樣子 就賭了齁 還是那個 遊樂藝場 裡面 就賭了齁 然後 還是線上的那個 欸 遊樂藝場 也就賭了齁 現在 那個線上遊樂藝場很方便齁 還有那個 叫做 線上遊戲齁 線上遊戲 那個 你買那個 補充卡齁 天堂卡補充卡 那個也很貴齁 啊所以 這個都是要自己節制啦齁 自己節制 反正 等 當你還活著的時候 你就是需要錢 活著的時候 你就是需要錢 但是這錢你要怎麼去存 夠不夠 我們自己要好好的拿捏 來 你看 人物齁 這是不是黑珍珠 好像是齁 保錦珠齁 屏東 屏東客廠嘛 黑珍珠 嗯 有人迷上賽車 像廖老大他們一樣齁 廖老大 他兒子這幾天在競爭山 台東競爭山 那個賽車兩百多萬的鴨子 燒掉了 一輛兩百多萬 他笑笑 一輛一千多萬都在燒 一台車啦 一輛車一輛車一千多萬齁 在賽車的過程當中燒掉 他笑笑 因為他的能力夠齁 能力夠 但是我們能力不夠的最好不要齁 那年輕人買重機 然後去那個尻彎道 然後整台機車摔 人也摔齁 齁 就算你的沒事啦 機車Joy要多少錢 齁 沒什麼錢去買跑車 一台好幾百萬 然後 光保養一個月要多少多少萬 齁 多少萬 這樣子 所以我們自己要節制一下 娛樂啦 娛樂 那還不包含 有的人喜歡去 那個夜店 POP 夜店喝一個酒 然後去那個小吃部 稍微吃點東西 然後有賠飾的 有賠飾的 所以 今天如果說很年輕 我們還有能力賺很多錢 那不 那就拉倒 齁 但是我們年紀已經大了 其實 真的要為自己想一講齁 因為真的有看到很多人當流浪漢 流浪漢 那叫我下流浪漢 月下流浪兒齁 我下流浪漢 那有一首歌曲是 這個齁 月下流浪兒 很好聽啦 但是 我不希望大家做月下流浪兒 我哪 看到人做月下流浪兒也不好 所以 有點年紀的齁 就趕快 存點錢 不要真的每個月把錢都花光 好 當然有一種齁 運當別人就知道 領主要 拚事業 那我剛剛講過了齁 現在事業很難做齁 那個 成本很高齁 很多人那個店一直關一直關一直關齁 高雄一家火鍋店 發了 一億多萬裝潢的大火火鍋店 啊 昨天已經 歇業了齁 要拆掉了 不要做 租金 脹了兩倍以上齁 拆不下去 生意其實不好做啦齁 真的不好做 來 我們主要是來試吃這個 蓮霧 還有這一碗那個米粉 還有 來 我弄個香蕉 香蕉 香蕉 它的香蕉短短的齁 各位看短短的很短很短不少齁 但是很飽滿 有人說那個番茄香蕉齁 好 番茄香蕉 那個奇異果 火龍果 都是很營養的那個 水果 可以常吃 可以常吃 香蕉跟番茄還得到那個名次 香蕉好像得到第一名 番茄也入圍 這叫大家平常吃的水果就是香蕉 關茄 都很一樣 不是在山在山的講齁 老年紀也真的要 好好的想一想齁 不要到時候真的 年紀 到了 然後工作又沒了 身邊一毛錢都沒有 也沒有住的地方 這是人生最怕的事情 你連租房子的錢都不夠 那還要吃飯呢 租房子的錢都不夠 那你怎麼吃 吃飯 然後流浪 就靠別人施捨 還是去撿那個 我也發現很多人在撿那個 回收 但是撿回收其實真的賣不了錢 真的賣不了錢 所以奉勸大家還是 在有能力的那個 範圍裡面趕快工作 趕快存點錢 不要去幻想賺大錢 也不要幻想說去 難得不要去幻想說 有個很有錢的那個女生 你當老婆你就很好過 一輩子都不用努力 那個女生也不用想說 我交個董事長好幾百億 然後嫁給他 然後一輩子就不要努力 沒有 事實上沒有這回事 就算你真的嫁過去也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聽說那個郭塔銘的老婆 不是也發生這種狀況嗎 那個很多啦很多 其實名人嫁到豪門 飲哥新家都豪門的 還是那個 娶到那個很有錢的那種 豪門的那種太太 到最後沒有一個人是有很好的下場 沒有都沒有 下場都不好 好 反倒是那些平凡的夫妻 他們過得比較好 但是都沒有錢 很辛苦 不過結不結婚 這是個人的想法 離不離婚也是個人的想法 都很自由 我們是自由派的 都很自由 要解就解 要理就理 但是不要想說去找有錢的 然後什麼事就把過去了 自己不用賺靠別人就好 市場沒這回事啦 好那今天就四次到這邊 然後也奉勸大家 有能力存點錢 不要像那對老夫妻要出去外面流浪 那後來可能會社會局會幫他們安排 住的地方 但是 也要自己有能力啦 看能不能再繼續工作 但是七十 好像七十幾 七十幾了 那他的女兒兒子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能力照顧了 那所以 有些人說養兒防老也不一定 或許自己一個人也比較好 不管男的女的 那所以 就是這樣子 社會上看到很多也是這樣子 有結婚有生兒 結果呢 後來兒女也沒有辦法補養的很多 後來也是流浪的也很多 所以 凡事要靠自己 靠別人不屬 自己要有堅定的意志 遇到那種困難的事情 總是要解決掉 過了之後趕快 趕快 就是存點錢 然後 我建議吃可以吃好一點 因為這樣才有營養 但是其他的 我講的那種娛樂的錢 自己要好好的那個 算精準一點 你去環島 去國外旅遊 不管任何那個興趣買什麼東西 都可以啦 但是你自己的錢要算精準一點 但是吃我覺得 你如果說吃要省起來 我覺得那個大可不必 因為你身體也會缺營養 你沒有營養你還是 沒辦法很好的生活下去 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好 感謝大家 下午見 拜拜